廣東ius 名腦筆 謝謝許持人 謝謝執行長 還有當然是在場各位朋友 今天的參加 那一開始還是先跟大家 談一談什麼是轉型 那轉型我們現在大部分都可以講說 是為了敬禮、看牌、第一看等等 那我們為什麼要轉型 就是说,简单来讲就是为了气候变迁,然后捡救暖化 那像这样的顽强问题 那通常呢,我们在讲,要处理这样的问题 大概有两个方向,一个是用市场机制,就是碳定价,或是碳水的市场这样 那另外一个是,我们社会科学也很关注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政策 就是我们去promote,或是prevate什么事情,那右边这张图呢 大家都可能非常可以接受说,我们是不是有些什么创新的政策 那这个创新政策是由下而上,就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比较小 然后慢慢的通过政府,或者说整个社会参与,然后当然还有企业创新 加上去之后能够让碳排减少 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样是比较少谈到的是蓝色的右边这一条线 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真的面对气候变迁这么严重 然后大家又很想积极地去处理的时候 只靠着创新,当然我们很期待 但是还有一个更大的期望是,是不是政府可以加强力道管制一些事情 比如说,就摩托车来讲 二行程的骑车是不是淘汰,禁速淘汰 然后还有排比较多废弃的打客车,货车等等 是不是可以加速他们可以增加限制 所以通常来讲,我们讲政策可能会有右边这张图有两条线 当然因为我们在学校里面,还是会有很多人说 那转型,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讲永续转型或低碳转型 那当然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当然社会科学界在谈转型,谈蛮久的 下一张,谢谢 下一张当然可以,可以谈 如果那个Y不是锁定在永续的话 可不可以谈谈别的呢? 当然社会科学界一直以来讨论议题很多 当然可以想想上面这几个人 不过这个就已经插开话题了 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很明确的谈 如果气候变迁,永续转型是这么关键 这么重要的话 那我们就先锁定在这边 然后想一想我们作为社会科学者或政策研究者 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下一张 那转型的政策的途径在过去几年已经发展了 20年大概也蛮成熟的 主要有四个途径 那这几个途径呢 就是上面列的 MLPR,然后GIS,或者是SMN,或者是TM 我简单介绍一下 只是说MLP是一个很大的框架 比如说我们可以尝试着 如果从后面来解释 先来解释我们如何从马车变成内燃机动力车 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但它有画出一些模型和模型 我带回介绍一下 那下面的GIS呢 就是在管院可能也会比较常听到的 或者说经济学背景 就是一个科技创新者如何从油下额上慢慢的 就是说越来越争取到市场更多的利机之后呢 它就改变了现在的科技使用方法 简单来讲就是说电动车是不是有一天会改变了 就是燃油、车、这一个整个使用的基础环境 还有消费者、然后还有厂商等等 好,那第三个呢 策略利基管理通常会讲说 想要加入转型的 或是想要减缓气候变迁 或是带来低碳的 其实不只是政府也不只是企业 有可能是社会团体 那社会团体可能会加入做一些方案 比如说如何减缩 大家都知道塑胶制品、塑胶袋 是非常消耗碳排量 然后我们每天很常会见到的 那其实也有不少社会团体在试着 看看如何提出一些方案 让大家能够越来越接受不使用塑胶袋 像这样子的东西 那最后一个转型管理谈的是工部门 就是说我们如果有企业 有社会团体 还有工部门 自己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些 跟以往不同的政策来加速达到永续 比如说骨车日 可能现在我们对面一八项推一个周末骨车日 只有脚踏车跟人行 慢慢的拓展到整个区域 好,那我们下一张 那这几个途径呢 我就把它大概画了一个图 就是说如果各位同学现在 或者各位朋友们现在要加入永续转型 可以先自我解释一下 我现在是带着的是什么样的角色或角度 如果我是智库 如果我是社会行动者 那或者我是政策分析师 或者说我现在正在政府里面工作的话 我可以采用哪一些途径 大家大致画了一下 就是说有宏观跟伟观 然后工部门跟师部门 这样一个角度 可以给大家参考下一张图 好,那我们很快地讲完理论之后 那当然我们还是要谈一下今天的主题 就是电动机车 那电动机车 就是如果大家还会想到第一张图的时候 我们可以有Innovation policies 对不对 然后我们还有decline policies 就是让它decline下去 OK,那我们谈电动机车的时候 可能不免的也要谈这两个 当然我们是如果有共享机车 这是Innovation policies 但是如果我是二行程的机车的加速淘汰 或是油车的加速淘汰或限制 那可能就是让它decline 就是regulation这样子 那电动机车就是 我们待会可以用MLP的模型来试着尝试理解一下 那当然下面三个其他的政策 是目前我正在跟中兴一些同仁们 还在继续在做探索的主题 就是有检缩啊 还有企业营营 那还有电力政策这样子 好,下一张 好,那我们谈一下电动运输 那谈到电动运输 其实通常 如果特别是电动机车的话 好,说实在啦 说实在,简,污染其实比简 就是看牌 其实关键很多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PM2.5啊 来自公路的比例比较高 然后机车呢 呃,呃,又蛮高的 那呃,呃 二行程的机车 2PM2.5是最高的 碳氢化合物是一般的18倍 那一氧化碳是两倍 那当然还有一个比较堵的 就是燃烧不完全的话 会有PAH 就是 呃,多环方向镜 碳氢化合物 那个会 哦,当然经过 现在已经都有实验 会导致不孕等等 哦,比较严重的污染 那当然 我知道 呃,在座的朋友们 也有事先 呃,文字 呃,发问啊 说 哦,究竟电动机车 换成电动化 对不起的人 会不会有影响呢 其实也是蛮大影响 因为 当然都是行的 那很有可能 多位同学的住宅 就住在路旁边 那所以 为什么呃 燃油机车的呃 就是污染会造成 呃,就会引起很大影响 主要就是 它很直接就会被 呃,一般人的吸进去 ok 因为我们就走在路上 就非常容易会接触到 这个污染物 所以 就电动机车来讲 我们考虑空污 其实有时候比考虑坦白 还要更加深一点 因为其实 大家可以看到呃 台湾跟国际的情形差不多 就交通的碳排 大概就13% 14% 那呃 机车呢 在所有的交通的碳排 又只占12% 13%左右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就是整个摩车的碳排 如果是所走在路上 大概2%左右 那所以碳排其实并不是真的太高 那这个就是MLP的模型 那我希望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 呃,这个模型如何套用在 或者说如何来解释 呃,那个 呃,电动机车啊 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有两条线 那两条线是在讲 整个国家啊 是不是有什么结构 或者说国际上面趋势 当然我们知道现在很大的趋势 就是 机油变迁 那就我们国家来讲 比较大的 呃,结构性的因素 就是 我们希望在经济产业上面 有所竞争 好,那呃 中间的呢 我们都把想象成那个六角形 就是一个蓝油机车的政体 OK 那他自己的政体里面 他已经有 政策、科学、科技、消费者、文化等等 结合在一起 好,就算你没有骑摩车 每天都会看到摩车 OK 他其实是一个很强的 长时间的使用 那中间的几个小的箭头是说 这个政体也还会有新的创新 譬如说从六期 然后的排放 发展到七期的排放 OK 那最下面的呢 有可能是TIS 也有可能是SNM 也就是说 有新的创新方案 很多小箭头 这些小箭头慢慢慢慢的往上呢 我们把这个过程叫alignment 就是说它慢慢的在校正 校正说一个一个小的 壮心越来越会合 会合到 大家可以看到Face 3 Face 3这边就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箭头 它已经有机会 去改变原来的蓝油机车 然后这个电动机车可以突破进去 那当然这个文献很多 那目前我想可能大家可以参考的 几篇文献我把它形在旁边 那当然最近的发展有一篇 我自己觉得蛮好玩的贡献 就是中间有一个比较粗的一个倒逼 它就是一个V字形的箭头 那那个箭头就是在讲说 政策它其实有时候 就是会同时push创新 那同时也还会拉抬目前的政策 也就是它就政策制定者来讲 它有时候想要两面讨好 那两面讨好就会做 相互违背的事情 那如果它相互违背的事情 做太多其实会让被我圈起来的那个创新 就没有那么容易进入到机会之窗 OK 好 这里有三个重要的角色 就是说 一个是中间的social technical system 如果我们把它想象成是蓝油机车 然后那个倒逼的 我们把它想象成是政策 然后被我圈起来的那个是创新者 好 下一张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 他们之间彼此其实都有互动关系 那当然我们如果作为一个政策制定者的话 不好意思 我是从40分到一顶 对不对 OK 好 我想还是把握一下时间 那如果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刚刚那塞的重要角色 我们在学校里面开始做研究 那这是我跟陈向所陈良智老师 目前是在发展的这些东西 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说 如果我们这个focus就是 假设我们现在是政策制定者的话 我们可能会跟旅进互动 就是那个男友机车的正义互动 也会跟neesh 互动 因为neesh 有可能是电动机车厂商 也有可能是wemo 或是go share 这些厂商 那这有三条的互动线 那因为当然我们是政策的互动线 那政策的互动线上面那一条呢 跟下面两个 它其实都会促进跟 房子做两项功能 譬如说下面 我写一个na 第一就是niche alignment 就是我们如何让这个niche 就是这个立即的创新 慢慢的align起来 然后promote它 ok 那另外一个呢 是nr 那nr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promote特别的公司 但是我们是在promote 就防止它不会崩溃 譬如说 大家知道有电动机车 电动机车只是一个产品 但是我们想要知道 就是说我们今天骑的电动机车 很担心的一件事情是 我如果今天从台北 请到基隆区 我也没有办法换电 我觉得就是基础设施 那所以如果没有基础设施的话 图片级的基础设施 那当然还有这个 车子是不是安全的规范等等 如果都没有这些人的话 那其实这个niche 这个innovation 很可能就会停滞 甚至是崩溃 所以政府可能会做两件事情 一个是promote它 那另外一个是做好其他的基础建设 那下面这个黑块 跟上面这个黑块 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针对角色是完全相反的 也就是说 大家知道现在来游机车 还是是主要台湾的销售的主体 去年60多万辆 电动机车10万辆 不到10万辆 8万多辆 那当然作为执政的 有可能的 当然比如说有可能的 还是会 因为这里面很多的就业 还有厂商 整个 就是说它的 一个是一个政策 是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 一个制造业 这样子 所以 作为政府也有可能去 push它 说能够做一些改变 OK 那或者是 让它遇到的一些困难 比如说 从六级的环保效率 变七级的环保效率 那政府的政策是不是可以 去推进它 所以政府会对于 regime and niche 其实两个会同时发挥角色 下一张 那当然这个很复杂 我后来就跟 陈老师 我们就试着把 刚刚我所讲的 这MLP 又讲几个dimension 然后又有promotion 跟prevention 然后把它摊开来之后 做了一个架构 那这个架构实在太复杂了 就是有 十几二十分点 是可以作为检查的 那给大家参考一下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看到 最左上角的NAT 那个NAT就是说 是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逆积的 产品出现 就是smart vehicle 就是smart scooter 那这个smart scooter 如果出现了的话 那政府应该 就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好 那这个图 就让表达太多杂了 我就因为时间 我就先 如果等下有兴趣 我们再讲 下一张 好 那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台湾 就是说摩车的 整个 几个重要的数字 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们近三十年来 车子当然是越来越多 我这边有用红底 就最下面那条 那一列里面 也谈到说 就是每百人的机动车辆数 当然就是包括汽车跟机车 其实都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摩车目前每百人 大概有74辆 但是各位同学 就是各位朋友们 如果想一下 就是说这每百人 其实如果扣掉18岁以前的人的话 那这个数字会更高 因为18岁以前 其实不能开车或骑摩车 但是这个其实是没有 就排除掉 所以单纯基于人口数 所以这个数字 实际的数字其实更高 下一张 大家也可以从 几个政府报告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公共运输 当然最左边的那三列 因为在台北市是比较高的 然后全国平均就是比较低 还有六度这样子 这边不好意思 有点遮住了 就是这一块是私人 私人运区就包括小客车跟摩托车 那我特别把摩车 就又再拉出来的话 在台北市的摩车 最右边的比较只有21% 但是在六度或全国平均都4成以上 所以摩托车 占我们主要的交通的角色 是很关键的 可以好下一张 那这个就新增挂牌数 我们可以看看最近几年的趋势 我是有一个2019年 比较有趣的数字是 电动机车挂牌数就大幅增长一倍 一到百分之18 那这个数字是相当精等 当然最近几年就掉到10%左右 不过大家也可能可以看到 就是说2017年的时候 有95万辆的摩托车 但是到了去年只剩下64万辆 所以摩托车其实来来回回 变动幅度还不小 下一张 这张如果我们把它做的曲线组的话 可以看到2019年的时候 当然这背后有一些因素 主要是地方政府加强 其实就加大补助 补助非常多的钱 从桃园开始 然后补助到有时候 那五万块钱就可以买一个八九万的电动机车 但是2019年之后 就那一年之后就很快 就打回运行 OK 好 谢谢 下一张 不过 总要来讲的还是是说 如果我们不把他2019年 就是如果我们跳过他的话 这几年从2015到202223 其实都持续的在成长 幅度不大 就到10% 如果我们把最后 就是说台湾发展电动机车的过程 我跟陈老师后来把它分成有几个stage 就是stage1、stage2 然后2.1还有3.1 那上面当然有代表一些数字 其实台湾在发展电动机车 从1998年就开始了 1998年就试着要做电动机车 当然那时候最主要考量点是 因为台湾的摩托车产业制造业其实不小 所以如果产业升级 他还有同时又有减低污染的话 那当然是试着要这么做 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的题目 就是主办单位有提到 从推动然后禁售 然后后来又加强力道禁令 其实都是2018以后的事情 大部分的人都忘了2018之前 其实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这个也是很正常 因为真正重型的电动机车 是在2015年GoGoGo才推出的 不过重点就是说 2015推出的时候政府其实还不太确定 做的政策其实不多 大家可以看到2014到2016 就是stage2.1的地方的时候 没有什么太明确的目标 即便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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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出来一年两年 但是到了2018年才下定决定 要做一些事情 比如说弓箭计划 就是到处建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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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是换电器 等等这一些 所以政府是有点稍微晚的 才加入去做 任何宣布和宣布和宣布 同样的动作 下一张 这个就大概这几个stage 有几个刻字 因为世界的关系 我就待會有朋友們想要問的話 我就很樂意再仔細介紹 下一張 最後一張就是說 那到底台灣電動機車 可以給全世界一個什麼樣的意談 台灣的經驗 那當然台灣的經驗就是說 有一個很特別的 以往政府介入或是挑選 勝利者的這個發展型的模式 其實在電動機車這個不像是這樣子 電動機車的本身就是那一個product 那個innovator 其實還是以來的理念 那政府或政策主要做的動作就是vacification 就是去促進它 花比較多精神在環境上面 那我們在台灣的一個理論上的一個 我自己覺得電動機車 目前可以跟全世界電動車做相互理論的討論 也就是說 剛剛被我圈起來的那個箭頭 我們如何解釋它 然後它的內部的成員的動因 會有什麼樣的 就是說內涵 其實我覺得 就像剛剛我跟劉執行長在會前稍微討論一下 其實電動巴士或是說其他國家的電動運氣 可以從台灣這個經驗 可能會得到蠻多發展地程的政策和影響問題 好,那我以上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